肝癌在台湾时代癌症死亡率中名列前茅 过去医师在做肝肿瘤消融时 都必须为病人多次拍摄腹部断层扫描影像 再调整入针入镜 反复照射下也让人体吸收了大量的辐射 工研院结合ICT与高阶影像技术 开发的术前导影系统 让医师可以更快确定入针的位置 减少反复拍摄的时间 传统上的话 如果病人要做RFA热消融的话 他们会先推进断层扫描 去做腹部的断层扫描 然后我们取得影像之后 我们会去做影像处理 然后取得腹部当中的重要知性 例如肝脏 血管 肋骨等等 因为我们在入针的时候 会尽量避免这些危害的入镜 那我们就会借由这些资讯 去帮医生在术前的时候 规划出一条安全的入镜 以减短它的手术的时间 以及辐射剂量曝晒的风险 这台RFA热消融技术 主要用于肝脏的肿瘤的消融 那肝肿瘤的话 有分一到三公分 也许有更多更大的 那通常我们会用在 三公分以下的肿瘤去做消融 这样就不用去做开刀的切除 我们的伤口小流血的部分 也不会比较多 然后术后恢复期也比较快 微创手术因为伤口小 恢复期短成为医柴厂抢工的蓝海市场 有了术前导引技术 再搭配肝脏肿瘤 射频热消融技术 就可以将电极针引导到 病灶的局部 进行区域性的治疗 临床证时 治愈率与手术开刀相当 未来渴望应用在肺肾肿瘤 与乳癌治疗上 还能结合机械手臂 让手术更加的精准有效率 凯伯新竹简书期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